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越巅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其实看很简单 全世界的技术分析都是通用的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分析师跟你讲背离背离背离 台湾股是最懂背离的在这边 包含有些分析师说技术分析没有用啊 基本没有 现在也在讲背离 来 这我星期五讲的 我说他就是电子股先站上月线 这个礼拜五你看得很清楚了 我就不在赘述了 星期五的时候我也跟各位讲 我说加全指数 我当天还在写 都是背离背离背离 对不对 礼拜五就跟你讲 他们通通是背离背离背离 这个你有印象吗 我已经讲了 我不是说今天看他每个股市大涨 我才跟你讲 我礼拜五的时候我就跟你预测说他们背离 对不对 我又没有画这条线 我说台积电刚好遇到下降压力线 那要过下降压力线的话 第一个是跳空 第二个是带大量突破嘛 那你自己想想看 在礼拜四来补这缺口 你把它补掉的 514到518的 你能 你 我跟你讲 你在这里就认输的人 你恶不恶啊 他这个缺口是514到518 我都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了 你要不要看今天台积电到多少钱 所以你要收看超越天风的节目了 我跟你们讲说 连电比较也是强 他会站上季线的 这个你节目都有看的 这节目都看得很清楚 台积电线有没有跳空 你看 544 高点来到544 你恶不恶啊 观众朋友 你恶不恶啊 这一天回补缺口的时候是514 今天544 高点来到30户没了 一张又三万 你们为什么不收看超越天风的节目 我都跟你讲说 废半倍离会大涨的 我从来没有看空过台股的 你周边如果有很多投资朋友 投资朋友 你如果周边有朋友想做电子股的 请他先收看超越天风节目 我星期五是说什么 我星期五我说实话 我星期五是跟你讲说 你要知道台积电怎么长的 连电怎么长 鸿海怎么长的 你来拿那张表格 只有一天啊 我不送了 很多人打电话来了 加则216块的时候 我们跟你讲贝离 这个我就不教了啦 好不好 因为我贝离已经跟你说过 你懂的人 你如果不想学技术贝离 你永远不会晓得什么叫贝离 贝离就是股价创低 又是黄金交叉往上 那现在年轻的一辈的到底懂不懂贝离 我不知道啦 但是 我说过我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知道未来会怎么走 我一定先讲在前面 我不会事后才跟你讲 就比如说我跟各位讲 我说这个运输股不要碰 因为短期的下降压力线 和长期的下降压力线是同一条线 今天连电视主播都说 哇 陆老师 你真的是独牌众议跟人家讲说不要碰 对啊 你觉得这过得去吗 观众朋友 你眼睛是血量的 我不是说运输股不能涨 以这种成交量 它要过下降压力线有可能吗 何况这条下降压力线是那么长的下降压力线 请问这么一点点量 当时量那么大你怎么过 那干嘛要先去碰呢 我也知道很多大人会讲运输股很好 你就先不要碰嘛 那我们看到贝离以后你自己看一看 216块加折 可以到850 就是一个恶度贝离 我请问你费贩有没有恶度贝离吗 我不是今天才讲呢 我如果今天才讲的话 你就跟我 啊 陆老师 你看到费贩涨上去 你才讲 你自己看看它有没有贝离 我讲了多少次 在美国做股票跟台湾做股票是一样的啦 当你把这些工夫学好了 你可以行遍天下啦 问题是你们愿不愿意吗 你们愿不愿意 你们愿不愿意行遍天下嘛 你自己看嘛 我为什么那么有把握 因为我学过的技术分析就是这样 我知道了 我要跟你讲 问题是看不懂了 永远不知道说为什么费贩会涨 股价二次上低以后 黄金价它都往上的一定反弹嘛 那你说为什么这一波这样 你还是对电子股 你还是看好 我跟你讲 加全指数你要这样子看 你们都有学技术分析 为什么不好好利用技术分析 来破解现在这个大盘呢 他从8523涨到18619这里回档 请问他回到0.38没有啊 所以他还是一个强势整理的姿态 他只不过现在回到0.19到0.38 难道不行吗 观众们从8523涨到18619 这涨幅将近一万点 你让他回到0.38 也不为过啊 连0.38都没有回 你们现在都是空投了 我不服气 好那现在反弹的怎么看 先看0.382 所以明明这个行情 我见盘中也讲的很清楚 这里就开始要谈了 你们干嘛出股票呢 我不敢讲他一定回升 但是最起码反弹是可以期待的 他就算做个ABC反弹到0.5的话 也反弹不少嘛 你们为什么反弹不好抢一下呢 对不对 我这样讲你就懂了吧 你没有学过黄金切割率的就懂了吧 内部内行看我画这几张图表 你就知道这个老师有没有功夫了 你们要让有功夫的分析师 愿意在这边继续帮各位 随便啊随便啊 反正我有没有功夫 我也不用讲了 你全市场该知道的也知道了 那在最近不大好做的情况下 我有跟你讲的一些股票 你就慢慢看了 对不对 你就慢慢看就好 比如说我跟你讲过富财 我觉得它会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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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涨 这当时跟你讲富财 夜市财经台明天又到礼拜二了 到底礼拜二有什么股票会涨 你真的要注意 我最近在夜市财经台盘中解盘 讲的股票都好强 都很强 这个也讲过了 我最近在礼拜二礼拜四 早上十点半的直播节目 我都会跟你讲未来会涨的股票 都好强 你们如果说盘后有收看我节目的 我还是再跟你讲一下 你要看 因为我的股票是慢慢慢慢涨的 不见得是涨得很快 但是盘就算不好 它也不会不大会跌 盘一好它就开始 这个也是在月市财经台有讲的 月市 每个二和四的十点半直播 我现在还没有每天 因为我讲实话 还没有每天 因为之前行情不好 你们就爱看不看 我讲实话 所以我就先从二四开始 除非 你们一直打电话来说 希望每天都看到我直播 那我可以 我一直想要 在这世上把我学过最难的技术分析 借由盘中直接教学 我用教学这两个字 我也知道说现在 比如说在 你们直播要的是一种噱头 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也是弄直播 我不是网红 你说每一次我去直播 都跟我讲 你要记得按赞订阅 什么小铃铛 我都不大会讲 我只知道说 我盘中有看到一些 技术分析的经典案例 我直接有在盘中讲 我不会跟各位按钢 那你要让我每天盘中 愿意去讲的一些 跟你分析的话 你们要有人 要收看的人要读 你们也都知道 我固定在57台 东森财经台 我早上是有连线 那最近因为他们 节目有些异动 我本来是在早上9点多 现在变成 礼拜一和礼拜三 是在10点的最后一盘 礼拜二是在11点的中间 他们是很客气跟我讲 希望把这技术分析 能够在不同时段里面 让更多人来参考 我说好没问题 所以我盘中 我本来我就在57台 东森财经台 已经有每天连线 我大可以不用那么辛苦 我讲实话 但是就是因为我很想把一些技术分析的要领 和基本面的要领 要跟各位讲 所以我都会 在盘中准备一个单元来跟你讲 我们怎么样去发掘低档的股票 我相信我这几个礼拜 这样辛苦的经营下 已经开始有人在看了 但是看的人 我觉得还可以再增加 我再跟你讲一下 每个礼拜二四的10点半 明天就又有了 你们要跟多一点人讲 因为有些人来讲 你最好每天 你要有人看 因为我这直播并不像说 有些人是要贩卖东西 我的直播是给你知识 我是给你know how 当时讲了西华 跟你讲毛利率的问题 这个我都讲过了 那你们就看就好了 我认为 他虽然现在没有大涨 但是我觉得就是稳稳的 盘不好的时候他也会涨 那盘开始好的时候 他慢慢会涨 你这个你要留意 为什么说十英元件你要注意 因为日本的都在涨 还有一个我今天要跟各位讲 他最大的一个 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参考 我跟你讲 你公司第一季就可以赚一块多 已经是很好了 但是你要想说这家公司 我们做一个所谓的 什么样会更好 我今天我买材料是跟日本买的 那现在日元是不是贬值 那我付出去的钱是不是变比较少 那台币之前是不是在贬值 在贬值过程里面是不是有利出口 我买材料是用付日元 那我付的钱是少的 可是我收台币是越收越多 因为台币在贬值的情况下 美金是增加的 所以你这段话你要看清楚 我觉得这个是你最 你要对于西华来讲 特别注意的 为什么 他基本上 网通最近好 那新产能又开出了 汇列收益也有业外带 为什么 他采购是付日元 他成本有下降的效益 在美元强生的情况下 95%的收入是美元计价 换回更多的台币 所以法人看好第二季EPS 可以再创新款 他第一季已经1.04 比前一季的0.7和0.48来得高 你说这种公司 观众朋友们 你要会看 反正我该讲的我都讲的 能够把一些好的股票 跟各位做说明来讲的话 就是我要跟各位讲 我的股票不是说 只有做个一天两天的 对不对 你们也知道 那已经开始涨了 我也跟你讲说 其实我对于这一波大盘的目标 我觉得还有更高点 0.38只是一个最低的门槛 我们一般反弹的格局来讲的话 事实上是有机会来到0.5 甚至0.618 那如果说过了0.618 那他就不是反弹格局 他叫做回升格局 那个格局又更大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这样一步走来 我在星期五的解盘 我也讲说 我宁可放弃 去跟你讲有什么标股 我要让你知道说 这一波要涨的就是台积电 连电 红海 有没有 我要跟你讲对不对 那你也验证到了 是不是台股就开始这样大涨了 我对你的承诺我有在做到 但是我今天要让你知道 我还要再做一个更棒的事情 你只要扫描就好 我们也不要讲说什么 到底每天有什么股票会标了 一个礼拜 你扫描就好 我这个我不太好意思念太大声 因为我都让你验证了 今天这波行情还有很多人跟你讲 要买二六类的运输股 我独牌综艺说千万不要买 我就是跟你讲电子 我电子也跟你讲很明确的 车用部分 对不对 那量已经放大 你还在等什么 没有信心会怕的 图老师带你一个礼拜 你今天扫描明天就开始 我让你恢复信心 我让你恢复信心 还有呢 其实我本来今天的字卡不是这个 但是公司讲说 你这波你 你把很多的投资朋友们 你守住了他们的钱 你说你不能做的时候要先等 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开始会反弹 你已经讲过了 废办出现背离一定会大涨 然后顺序是 一定是先电子股站上月线以后 加钱站上月线以后 台积电会站上月线 而且台积电当他补了514到518缺口以后 他会挑战下降压力线 我完全都命中了 对不对 好 我有一张股票 我坦白讲 我本来今天做好这个字卡 可是公司的高层说你就先这样子让他们有信心 你会收看超越巅峰的节目的人 基本上看到量放大了很想买股票好不好 怎么买股票你给他一心硬气的那个feel 但是我说实话 这个明天会推出的我先拿给你看 他要大涨 因为今天覆顶又涨顶 你看一下 我这个明天我先拿出来 今天覆顶又涨顶 其实你盘中我看我连线 我早就说过 这第一根起来的时候 第一根这里边起来的时候 已经注定他要涨 可是 就像摩斯比 我们以前跟各位讲很久 我可以跟各位讲 摩斯比整个出境的 覆顶是我最早讲的 包含尼克森我也讲过 你们有看夜市财经台 都有人留言说 当时在三十几块的时候 我就解过尼克森 为什么最近我没有解 因为你看覆顶就好 那覆顶为什么会那么强 因为他第一季的时候 他公布他的EPS是3.53 配六块钱 啪啪啪就像跳空连续两天 在旁边最不好的时候 他开始先发动 就在这里 反弹在这里先发动 这叫加钱指数 可是覆顶呢 对不对 他到第二根的时候 他开始这里整理 那为什么今天要先表态 你跟大盘比对就好 大盘从这里叠下来的时候 他在整理 大盘今天开始一直攻的时候 他直接就跳上去了 所以他是这一波的领先 领先骨 你知道吗 领先骨很重要 他是告诉 他是糟糕你们 我是最强的 但是你做股票你不能只有这样看 你要去跟他比较 你知道我这边就有一档股票 你要注意 他去年赚的比他还要多 那第一季赚的比他多 一样是配六块钱 现在的股价只有富顶 大概距离富顶还有15% 那你觉得会不会比价呢 我这样讲 未来都很有机会的 但是已经 富顶已经拉开价差了 你知道吗 富顶去年赚八块多了 那今年第一季赚三点五三 配六块钱 那我就看到有一档股票呢 去年赚的比他多四块钱 第一季比他又来得好 那也是跟他一样配六块钱 目前股价只有富顶的 百分之八十五而已 你要不要买这种股票 我觉得他应该比富顶的 股价要来得高 这是我明天要推的 我先跟你预告 也就是说 我明天一样用这张字卡 但是听清楚 你今天有扫描的 你今天有扫描的 我把明天的这张字卡的 我也送给你 我很有诚意 明天要主推的 我今天先给你 所以你今天收看节目的 我说实话 你看我节目那么久 我做事的原则就是 可以买的时候 我一定请各位 一定要用力的买 但是行情没有的时候 我会请各位先等 然后我会跟各位讲说 你看到什么信号的时候 你开始就要把胆子放大 这星期五的时候 我为什么跟各位讲 回来月线它是有秩序的 先二三类的电子股先站上月线 加圈指数再站上月线 台积电会站上月线 然后台积电 他因为来到下降压力薪的切点 他今天选择跳空的 为什么会跳空 因为废半出现了二度背离 你看完全命中 这样子你的心里 你基本上你知道 做股票的tempo步骤以后 你才买到好的股票 而不是你根本不知道方向 一天到晚乱做 你怎么做得赢呢 我再讲一次 你就扫描就好了 你扫描就好了 我带你一个礼拜 让你恢复信心 那明天我就是这一张 我不会变 那你今天如果有扫描的 很棒 我明天这张股票 我先给你 就这样了 进广告 加油 动荡不安的时代 才能创造不同的价值 388实施造英雄专案 帮助您在困扰的环境中 成为股市真正的英雄 英雄专线 025512 5858 亚太国际证券头部 观网服务 欢迎入地铃 请搜索关键字 亚太国际头部 顶尖团队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专业研究 亚太国际证券头部 028512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容服务 创意理财 尽在亚太国际头部 0285125858 掌停 掌停 又掌停 你抓住了吗 亚太国际精英团队 眼光犀利 惊艳老道 专业领航 强势获利 亚太国际头部 陪您拥抱财富 0285125858 8161215368 10 blijetus 亚太国际特攻部 3168618 1188617 到最后 3162806500 1215 king 3151618 51621517 11516136 estat поз ex 超越巅峰 钱回来了好好做股票 我也说过之前外资卖过头 你看到最近台币已经不贬 它甚至于是升值 代表钱又回来 钱回来了 我也跟各位讲 我对台股来讲的话 这波的回 连0.38都没到 它还是一个多头歌曲 那多头歌曲的回档来讲 那反弹一定会超过0.382 你就要好好的把握 那什么股票是这波反弹 一定要先买 我已经跟各位说过 废半出现二度背离一定反弹 既然废半已经出现背离 要开始涨 你当然是做电子股 这就是很明确的 怎么做 很简单 今天大家有福 我在礼拜五的时候 已经跟各位讲得很清楚 你就是量放大了 你就还在等什么 你没信心会怕的 我带你一个礼拜 让你恢复信心 你就扫描就好了 另外我刚刚也说过 我明天有一档股票 本来是今天要推出的 公司叫我说先让你们扫描 那你如果今天有扫描 我明天要推的这档股票也先给你 另外我要再预告一下 我每个礼拜的 在夜市财经台 夜市财经台的2和4 10点30分直播 我说过 如果更多人看 我们那边有会看观看人数 我有机会 以后会每天直播 但是要先看 因为毕竟 大家是比较习惯 你知道吗 我看夜市财经台的收播习惯是 你只要讲股票 这就很多人会去看 但是 我说实话 真正最棒的技术分析 就是现场直接跟你讲 那个真的是 我们跟各位讲一翻两顿眼 准不准立刻就知道 我再讲一次 夜市财经台 每个礼拜二 礼拜四的10点半是直播的 那量放到 你还在等什么 没信心会怕的 你就直接扫描QR Code 我带你一个礼拜 让你恢复信心 你都完全验证 完全验证了 你就扫描 我带你一个礼拜 让你恢复信心 一定要扫描 夜市财经台 二四10点半直播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估并自负投资风险